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按理说啊 在西方这个资本主义市场里面的临近圣诞节 汇市和股市通常走势呢都非常不错啊 但是现在越临近圣诞这个比如说奥元啊像股市啊 像不但是美国方面下跌 连中国连香港都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但是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圣诞行情是不是今年就没有了 我想跟大家说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啊 对于这个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啊 不要轻易的动摇 好比你刚买入买入了一个产品啊 这个第一天下跌 第二天下跌 你可能还能坚持 到第三天下跌 你就会动摇 甚至想要卖了它啊 那么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对于我们在做中长期投资来说 是很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啊 如果说咱们做的是短线 快进快出 那么的确到了你的止损线或者连跌了一定的程度 就必须立刻反转啊 立刻这个割肉啊 平仓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中长期的趋势啊 那么如果在政策面和经济面没有太大变化之前 在整一个格局和大方向没有改变之前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立刻就去改变它啊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好A股 看好美国股市和澳洲股市 其根源就在于呢 这个货币政策的问题 以及经济在复苏等等这些方面来考虑 才形成了我们对于长期的一个判断 那么只要这些根本性的东西 底层的东西没有改变 那我们就不应该因为仅仅是因为这个啊 几天的下跌 或者说即便是连续一周的下跌而对它发生动摇 比如说像A50也好 恒生指数也好 长期我们是看好 以A50举例从今年的一万点上涨到了这个一万四千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 即便是后来跌了一千点 只要是它现在呢 在百分之十的跌幅以内 那总体来说都不叫做下跌 况且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50的价格啊 它目前虽然是在这个四小时图上呢 两次是跌破了这个啊 我们说的中期走势图 但是呢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最低价目前还是没有到 大约是在上个星期的一个底价 因此如果这两个底构成之后能够返回去的话呢 A50依然是我们值得考虑 并且是重新开始加仓的一个产品 那么从周期长期来看的话呢 A50的走势呢 只要是在一万两千点以上 在日线级别的一万两千点支撑线以上 依然呢 它的上涨大趋势没有改变 所以说从这个四小时图上来看 我们的进场点依然也是除非它能够上了大约是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左右 再考虑加仓进场啊 那么从现在来看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 如果你愿意承担风险的话 可以把止损设在前一次底部以下大约五到十个点啊 跌破这条线以后呢 我们可以平仓或者是做空 那么在打破这条线之前 你在这买入和这买入 其实总体来说差别不会很大 只是呢 这个冲破了重新回到四小时以上买入呢 更加稳妥一些而已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内容 今晚上呢 有美国的大飞龙数据 时间是在晚上的十二点三十分 因此呢 今晚不论是股市还是汇市 注定会有大的波动 希望大家呢 要谨慎其见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